它会一直测量着陆器距离月面的高度 随着着陆器向月面一直降落 在大约距离月面不足5米的时候 高度计会向着陆器发送一个关机指令 直接控制轨控和自控发动机进行关机 这时候着陆器就会以一个自由落体的方式 软着陆在月球表面 高度计使用的是伽摩射线 伽摩射线穿动力比较强 不会受到月尘的影响 伽摩射线会直接打在月球表面 精准探测着陆器距离月面的高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